预理派出所两位原警在巡逻时 接获了荣福处黄姓志工报案说 有一名高龄105岁的独居长者 已经很多天没有排便 所幸在警消民三方协议之下 这位百岁人瑞顺利前往医院 接受治疗解决他多天的困扰 预理派出所两位原警巡逻间 防疫机查勤务的时候 接获荣福处黄姓志工 报案称有一名高龄105岁的独居长者 已经多天没有排便 所幸在警消民三方的协助之下 这名百岁人瑞才顺利前往医院 接受治疗解决他多天的困扰 他没有办法排便 他身体也不舒服 我叫救护车 感谢你感谢你 大哥我们留个资料好不好 我们协助你到医院去做治疗 长者因年迈患有重听 无法技术表达言语 手上刚好手提药带 向他索取相关的资讯 虽然无从得居身份证 索性能够知道长者的姓名 以及出生年月日 赫然发现长者今年已经高龄105岁 随后两名园警多方查证 才知道长者的身份证 帮助前往医院挂号救医 根据长表示 情区员警察区内65岁以上独居人口 并深入社区查访孤狐一 没有治理能力 平病交迫 经济窘困等列册 记者高松双预政采访报道 未经济你 未经济开转发